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E2V的模型 叫做Phantom 翻译过来叫做幻影 E2V的意思指的是元素生成视频 所以说我们一般需要有几张图片 然后把这几张图片给它融合在一起来生成一个视频 当然对于大家来讲 这个应该不算什么新的技术了 那Phantom它的特点是生成的效果会更好 我测试下来可以这样去定义这个模型 就是我认为Phantom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可用的一个E2V的模型 也就是元素生成视频的模型 那我们之前都介绍过哪些类似的模型 最早是VACE 这个我就给大家展示了 VACE基本上是不能使的 第二个就是SkyRail的AR 那如果你去看的话 它也是利用图片来生成对应的视频 所以说也是一个E2V的模型 其实E2V的这个概念 也是有这个SkyRailsAR提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大家就能直观的认识到 那两个E2V模型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下面我在RunningHub上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因为我们在之前已经在RunningHub上 给大家构建了这个SkyRailsAR的工作流了 所以说我直接跑一遍 大家看上效果就行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我这儿有一个标准的SkyRailsAR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呢 同样来自于K-SEN的1Y2的扩展 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儿有三张图片 一个是一个人物 一个是一个包 还有一个是一个环境 具体的流程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 如果你希望了解的话 可以参照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专门来讲这个模型的 那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人物包和环境 首先我们会发现环境的一致性保持并不是特别的好 其实所有的一突围模型可以是两张图片 也可以是三张图片进行融合 往往三张图片进行融合的时候啊 第三张图片的可能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人物的一致性呢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包的比例很明显是不对的 这个是SkyRails包括VCE 它典型的一个问题 就这个比例的话呢 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掌握 那一般的话 我们是将这个包呢提前给它做参考图的时候呢 就缩小 可以参考人物的比例进行同比的缩小 要不然的话呢 很容易出现这种比例失调的问题啊 这就是这个SkyRails AR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我们测试起来呢 认为它基本上还是不能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Phantom它的一个表现效果 那由于这个扩展呢 目前在这个RandyHub还不能支持啊 所以说呢 我还是在本地来给大家演示 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先不用看具体的工作流 还是先看效果 这是一个人物 这是一个包 然后我这个提示词写的是 这个女人正在一个商场里边展示她的包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非常的好 衣服的细节 包的一致性也保持的非常的好 动作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比那个SkyRails AR就要好很多了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基本可用的一个模型 这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一个知识的扩展啊 既然有E2V就是元素到视频 当然就会有E2I 就是元素到图片 元素到图片这个东西 目前做的还是比较成熟的 那我们看到效果比较好的呢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的这个Yono 这个技术啊 还是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 去看这个视频 那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一个元素给它融入到图片当中 那这种效果的话呢 是容易去保证的 包括一对一的多对多的 那但是它毕竟是图片 难度是比较低一个档次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Yono的这个效果 这个呢同样 我在Running Hub上也给大家构建了这个工作流了啊 之前呢也给大家分享过 这呢有一个参考人物 然后我们有三组元素 那这是一个连运圈 加上一包 一个背心 加上一个短裤 还有一个上衣加上一个短裙 然后呢我们分别做了两种融合啊 第一种是直接拿圆图片进行融合 大家看一下 还是非常棒的 但是这呢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衣服 对于最终效果的影响 你会发现每个都穿着黑丝 虽然很撩人是吧 但是还是觉得不太好啊 所以说呢第二组 我们其实是把这个人脸呢 给它抠了一下啊 就是把衣服给它去掉了 那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啊 你会发现每个人物都没有穿着这个黑丝 它呢也会有一些比例失调的问题 但是呢不是特别的严重 我们通过三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呢是把E2V和E2I 这样两种模型给大家说清楚了 如果你非要用的话 那视频的话呢可以用Phantom 那么图片的话呢可以用Yono 这是我推荐的一个技术选行 好那下边呢我们详细来看一下Phantom这个技术 那如果你想直接在Confi UI里边用这个库的话 肯定是不能用它的啊 我们可以用一个扩展 那他这也提到了4月23号呢 那这个K神的1Y6的扩展呢 其实也是支持这个模型的 因为呢他专门针对Y2.1这个模型做了一个适配 而且这个是一个1.3B的 所以说呢模型还是比较小的 那大家可以打开这个视力工作流 那在这呢你能看到这个叫 Phantom Subject to VID 就是物体到视频的这样一个实力工作流 那大家呢需要把这个扩展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下载这个工作流 那当然呢模型也是需要下载的 模型的下载地址 第一个在这个工作流里边是有的 另外的话我们都知道 K神所有的这个模型列表呢 都在它包包脸的主页上 我们可以点开1Y6里边 这个模型的列表 点开Files and Version 我们可以找到Phantom这个模型 这有Phantom 1.3B FP16的和FP32的 那一般呢我们用FP16精度就够了 所以说模型大小呢还是比较小的 2.87个G 然后下载下来 把它放在你的Default Mode里边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那我们先看最简单的 它这呢提供了两组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需要有一些处理 第一个呢就是用这个Resize 把它重新设置一下大小 我这用的大小呢是832乘以480 这个呢也不是我瞎写的 因为是它的论文里边所有的视频呢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分辨率 而K神默认的分辨率可能是1280乘以768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用832乘以480 所以说呢我们按照这个宽高笔呢 给它进行一个缩放 完了之后呢进行一个pading pading的效果主要是把一个图片 给它填充成832乘以480的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是方的是吧 那你需要把它填充成这个相同的分辨率的 完了之后呢进行OneValue的incode 这个默认就可以了 两个图片都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然后呢就可以进我们的采样器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儿呢有一个新的这个节点啊 叫OneValue Phantom in Bed 其实也就是将参考图片给它转成向量 这儿呢你可以连4个 我现在这个工作流是一张图片的情况 所以说呢我这儿只连了一个 然后上面的工作流 其实跟普通的OneValue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那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这儿这个主模型啊 加载的是Phantom的模型 然后你来看一下另外的几个关键组件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编码器 这个跟OneValue呢是一模一样的 那另外是Ve 大家看一下Ve呢 其实和OneValue呢也是共用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需要40部采样 CFG呢是7.5 Shift是5.0 然后呢用的是UniPC 这个基本上和OneValue也差不多 只是步顺的稍微不太一样 然后呢你要注意我们出来的这个节点 叫ImageInBuy的 同样就进入到ImageInBuy的这个输入项里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啊 这个是我们的参考图 这个呢是我们生成的视频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元素作为参考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这个人物的所有关键元素呢 现在都能体现出来 你看这个人物长得非常的像 对吧 包括他头饰头饰的细节 注意领子上这个花都能非常好的保持下来 胸前的这个不能叫蝴蝶结吧 反正就这么一个装饰物呢也是一样的 包括头型 姿势呢 当然它现在是在什么 是在行走 当然这个跟我的提示词是相关的 提示词很简单 我写的是Oma is walking in the park 就是一个女的正在什么 这个公园里玩走路 是吧 所以说这个效果 我觉得是可以吊打我们刚才的那个VCE 还有这个SkyRules A2 好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我们右侧了一个场景 那这个主要是给大家说明 就是提示词是可以用中文的 你要注意啊 我现在这个参考图片呢是没有变的 但是这个提示词变得很复杂 而且呢是中文的 我这写的是女人姿态优美的 坐在中式传统建筑的阁楼里的一张深色木灯上 她缓缓的将一支会有花卉图案的精美雌质茶杯 举向唇边 然后目光柔和而沉思 略微向下注视着茶杯 我就不往下念了 比较绕口 那你看看这个效果啊 由于分辨率的问题 人脸的没有那个要细致 但是你注意人物的状态 看这个发誓领口上 胸前这个装饰物 基本上呢 是和我们的参考图保持一致的 旁边有一茶杯 这个我也是在提示词里写的 然后他身后有一窗户 他正在举着茶杯喝茶 那你会发现 提示词的这个遵循度也是非常棒的 第三个呢还是一个单张图片 但是是一个产品展示 我这呢有一个包 然后我看提示词我写的是什么 The bag is hovering in the air and rotate 就是我希望它悬在空气当中 并且开始旋转 那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的确悬在空气当中 但是啊 它很难做到旋转 这是这个模型比较差劲的一个地方 或者它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点 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种大头人物啊 刚才是一个带有半身照的一个人物 是吧 现在只有一个头像 那而且呢我现在呢同样是一张图片啊 这个提示词呢我同样写的比较复杂 而且是一个中文 所以一个女的站在这个舞台的中间 然后她开始唱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也是非常棒的啊 同样面目不清楚 是因为全身照嘛 然后这个相似点不够 所以说我们在用人物的时候啊 既可以用这种大头照的人物 也可以用这种全身的人物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下边呢我们再来看更加复杂的 我传了两个人物啊 我希望他们能有一些互动 所以说呢我这写到啊 说在舞台上啊 两个女孩呢 然后握手并且拥抱在一块 那你看这个结果啊 这个结果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人物啊 它其实是同一个人物 是吧 这个模型呢 的确在人物的数量上 它出现的这种概率非常大 它很容易出现什么 出现这个两个一样的人物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会在反向提示词里边 加这样一项 双胞胎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技巧 但是你即便是加了 在这种两个人物互动的时候呢 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我的结论是尽量的 不要使用这个模型 来生成两个人物互动的这种视频啊 那我做了很多的尝试 大家看一下 这儿有一个尝试 我现在呢是一个大头人物 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半身的这个参考人物 提示词呢 然后这个提示词依然是刚才那个 那你看是结果是什么 人物的确是都有的 这个人物也有 这个人物也有 但是这儿多了一个 所以说呢 你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尽量的不要出现 2或者3这样的数词 可以出现1 就是一个是可以的 如果是写了更多的数量词 你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是吧 包括人物的这个一致性的保持 这个都还是非常棒的 所以说呢 你非要用的话呢 可以用Z 就是代词 但是呢 我出现的效果也不是我想要的啊 是这个女孩和另外一个男士 然后拥抱在一块儿 这个其中一个人物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说呢 经过这么多测试 就是我的结论就是两个人物互动的 那就别用这个模型实现了 需要调的内容太多 而且很难出现你想要的效果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人和物品的这种互动 这个呢 也是展示的一种错误的形态啊 你注意 这儿有一个由花来组成的摆折裙 但是呢 它的比例有一些问题 你发现这个裙子其实是比较怪的 当这种比例失调的产品 在PanTime这个模型里边表现的时候呢 是有问题的 你看一下 它这个比例其实跟你的参考图是一致的啊 但是由于这个参考图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说就会导致啊 这个结果也有问题 我这个提示词很简单啊 看一下 就是一个女人穿着一个什么 花裙子 然后在公园里边散步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用的话 尽量的要保证 这个是符合比例的一个物品 然后看这个就好很多 同样啊 是一个人物的图片 而且是一个大头照 这个裙子呢 它的比例就完全正常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出现的效果 是不是就非常的棒 这个女孩穿着这个裙子 在公园里边散步 而且真的啊 他这个脸部的一致性保持的真的非常的棒 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我们再看下边这个 下边这个呢 是人和物品互动啊 但是这儿我们用了刚才那个包 这个我用了一个这个半身的参考人物 是吧 我们看这个提示词我写的是什么 说这个商场里啊 女人正在展示包 大家看一下啊 非常的棒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最开始给大家演示的这个人物包 然后这个提示词呢 改成了英文的 然后这个效果就非常棒 这个动作当然有点走行 但是比我之前说到的模型就要好很多了 好最后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提示词的重要性 我们以第一个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给它去掉 双胞胎去掉啊 我们看一下我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容易出现啊 大家看一下啊 是不是很容易就出现了两个人物啊 所以说呢 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要加上这个双胞胎的这种什么 这种这个复向的提示词啊 防止它生成两个人物 不管怎么讲啊 我觉得Phantom这个模型呢 的确是在元素生成视频上 或者叫主题生成视频上啊 达到了一个基本可用的一个水平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